这期服务是去了一趟伦敦看的 重点是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看安迪沃霍尔的展 当然期间我们也看了其他别的展 这是我们温车的火车站 然后我们就准备坐火车去伦敦了 然后我们也坐好了防护 这个好像是我们当天坐那般吧 我不太记得了 这好像是一个月以前拍的 火车来了 火车座位上都写了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然后这是英国火车的内部 这是窗外的风景正在开往伦敦 然后我们终于到了伦敦滑铁路站 然后我们就下车准备去泰特艺术馆 这是伦敦街头的一些景象 这观光车我还没来几坐就回国了 就我现在已经是在国内剪辑这个视频了 估计英国的视频再发一条就没有了 就只能再发发我国内的日程 伦敦特有的双藤红巴士 终于我们来到了泰特博物馆 然后我们要去看安迪乌霍尔的展 中间发生了一系列乌龙事件 反正对英国工作人员挺无语的 但我们还是顺利的进去的 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展览 是关于白色的一个展览 因为我们当时票订的是三点钟 然后我们只能之前现在逛过 这是那个克莱因的 人家这里是十分钟 再特别人 支持明镜与着重点 看了票我发现我记错了是两点十五分的展 然后这就是那个阿妮沃尔展的内部 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个整个房间真的都非常的好看 在墙上贴的这一层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给人有一种油画的感觉 就非常的漂亮 就银色的 这是我们开完展在吃午饭的一个地方 这是欧贝克一个新园 之后我们又去坐地铁去了贝克街 可惜啊 我们到贝克街的时候 那个二二一币那个夏洛克的那个房子 门前有一盆很大的植物 把那个房门给挡住了 还不让拍照 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 挺无奈的 这是在公交车上拍的一些紫色 因为我们坐那个公交车 准备去诺丁山再打了卡 下午五点五十一分 到诺丁山了 这里就是 去诺丁山真的还挺漂亮的 就是那个小书店还是没有开门 我就拍一个路过的画面 终于我们踏上了回温厕的火车 我们现在还是在等地铁去火车站呢 反正其实看外面阳光的老 其实当时已经是八九点钟了 真的是日不落帝国 基本上英国要到夏天的话 十点才会日落 你看我回去也只是傍晚而已 谢谢大家